大家好,我是林医生 这三种类型的高血压患者 控制不好的话容易得心梗、脑梗 我们来谈谈如何预防 首先是脉压差大的患者 脉压差就是收缩压和梳妆压之间的差值 如果超过60毫米拱柱以上 就属于脉压差偏大 就可能造成血管狭窄、筋盘 增加脑梗死、脑出血、心肌梗死、疾病的风险 因此这些患者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 选择钙磷子结抗剂 比如地瓶类和拎尿剂等等 使收缩压降得更多 同时也要注意控制饮食、降低血脂 再者是H型高血压患者 这类患者不仅有高血压 还伴随有高同型半光氨酸血症 高同型半光氨酸血症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与高血压会形成一个协同的作用 因此这类患者除了要服用降压药物之外 还要注意补充液酸、维生素B6和B12 多吃富含这些营养的一些食物 最后是夜间血压高的患者 很多人他只关注了白天的血压这个情况 而忽略了夜间的血压 如果说夜间平均血压是超过正常范围 那么就会增加脑梗、心梗等等 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此这类患者建议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 睡前服用降压 同时也要换用长效的降压药物 以上三种情况都是高血压患者 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 除了药物治疗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控制 也是预防脑梗、心梗的重要手段 比如说早上起床之后 适当的饮水 它可以改善血液减稠的状态 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而喜欢喝茶的朋友 要避免饮用浓茶 因为茶叶当中含有的茶碱 咖啡因的物质 会刺激到胶感神经 不利于血压的稳定 可以选择白开水 或者这种不含茶碱 以及咖啡因的海黄茶 它里面含有的亚油酸一质的成分 促进代谢的作用 好了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